不管是台湾第一个以儿童为主体的户外实境节目 还是由孙子挑战完成一道阿公阿婆的拿手菜 第20届儿少节目五星奖 总共有53个儿少节目参加评选 其中14个节目获得最高新等五颗星的推荐 最后由公共电视制作的神厨塞恩师 以跨领域的学习探索厨艺背后的科学道理 夺得儿少节目五颗星年度最佳儿少节目奖的殊荣 难度会比较高 是因为说一个就是比如说做菜的领域的人 跟科学领域的人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个就是比较困难 在统合上面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就是变成说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话 我们要如何把这些领域统合 然后又要让那个小朋友可以就是又好玩 然后又轻松活泼的就是可以对这个节目 然后很有感觉 那可以轻松的学习到这些跨领域的知识 本届首度举办儿少评审裴莉营队 裴莉31位儿少评审 以儿少为主体的观点来观赏与评价儿少节目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虽然参赛作品从去年的73件减少至53件 但整体表现相较于去年进步 评审团除了表示肯定也提出改善建议 现在的儿少节目呢 已经跳脱出过去传统的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会用一些比较创意的影像设计 还有就包括他们制作的巧思 还有完整的架构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比较老字号的长寿节目 那这些节目呢 基本上来讲就是制作的形式呢 是比较一成不变 这是让我们觉得比较失望 因为比较缺少儿少的参与 那也比较没有顾虑到这个从儿少的角度出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儿童在节目中里面 好像是道具 那推哥哥姐姐的大主人呢 比较像是明星偶像 那这是我们觉得比较假意 而且是反教育 迈入第20年的儿少节目五星奖 除了鼓励优质儿少节目 也展现美观基金会 对于媒体素养教育的推广与重视 我想在台湾制作儿童青少年节目 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比较寂寞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产业 其实是对于儿少节目的制作 工作者的支持是比较少 包括经费 包括各家电视台对这个领域的重视程度 可能都还不够 所以我希望从文化部开始 一直到我们民间以及产业界 都能够提供更多资源 给在第一线制作儿少节目的工作者 儿少节目五星奖是唯一针对本国自制儿少节目 并且由民间主办的活动 美观董事长罗世宏也感谢 HomePlus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积极参与并赞助经费 支持儿少五星奖的活动 让各界更关注儿少传播权 直播更多的优质节目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